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这是现实世界的加持力 十尊也能够在梦中加持你 另外你专一的祈求 专一的祈求也一样会加持你 一样会有力量 每一个人到了这个沙婆世界 大部分他的业力都是很重的 他真的业力都是很重的 那当天的时间不够 时间真的很晚了 可以只修正行吗 可以 你实在没有时间 你就修正行 或者干脆不要修 我看认为还是修正行比较好 修正行 观想 持咒 入三昧地 入三昧地 很想睡了 然后你再去睡 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常常听人家讲 盐水救不了进佛 法身偏满西空 没有这个问题 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李信珠上师的这个经验 我就告诉你 法身 实真是真的法身 非常巨大 非常巨大 而且呢 非常的 这个偏满 巨大而且偏满 你只要专一的祈求 一定会给你加持 这是一个老师啊 给那个出题目 给学生填 给学生填 那么他是讲上 老师是讲上一句 学生是填下一句 老师写的是三个臭皮匠 学生就填 味道多一样 穷则独善其身 学生填的是 富则欺缺成情 欺缺成情 老师写的是 天若有情 天一老 人若有情 死得早 老师写的是 葡萄 美酒 夜光杯 学生填的 全都没你一大堆 老师填的是 想当年金戈铁马 学生填的 看今朝 死缠难打 老师写的是 两情若是长久时 这个学生填的 正是应该同居时 老师写的是 书到用时方恨少 同学填的是 前到夜底不够了 老师填的是 清水出福容 学生填的是 书是出英雄 老师填 同问君能有几多愁 学生填的是 恰失一锅 一扶二锅头 这个更绝了 东风无利 百花禅 学生填的是 人生固献补金丸 结果 乙文老师记得温桃 这是一个笑话 绕山路 司机开得很快 我心里有些怕 于是 我对司机讲 司机大哥 你基数真好 这样子的山路 都可以开这么快 司机就讲了一句话 让前车的人 心都凝固 司机怎么讲呢 赶索这样 这边的司机 基数都很好 不好的都钱挂了 老师问 小明 这次考试 你是不是抄别人的 小明是想是有抄一些 但是没有完全抄 老师问 有哪些地方不是抄的呢 小明回答 有啊 我的名字就没有抄 其实都是抄的 某一个放电呢 养了一只鹦鹉 就挂在门口 有客人来就讲 你好 欢迎光临 有一个常客想 我如果快点进去 看你有什么反应 有一天 他用跑的 咻 一下子就跑进去 鹦鹉讲 说 吓了我一跳 好笑 小子 鹦鹉很聪明 真的 突然间 虚伍一声 跑进来 他来不及讲 吓了我一跳 想要了解真佛宗每周最新的新闻 您一定要看真佛报 真佛报有真佛宗的最新公告资讯 有世界各地到场的讯息 有善知识的心得文章发表 有最新的医药尝试分享 有济世助人的真实报道 更重要的是 真佛报报导了 根本上师联身法王的最新动态 以及最新的传法开示 欢迎上网阅读或来电免费索取 详情请电 049 2312 992 各位观众 联身法王卢盛宴 每周六在西雅图雷藏寺 带领同修并讲解道果 星期天在彩虹雷藏寺 主持护魔法会 尽其法会的主尊友 南无地藏王菩萨 南无药师佛 南无似必观音 南无勾才天女 欢迎您传真报名 以及收看网络直播 详情请电 049 2312 992 给你点上新灯 节目这个阶段 我们再来看联身法王卢盛宴 在美国西雅图雷藏寺 主持周六同修之后 针对网络上弟子提出的疑问 所做的精彩宝贵法语开示 我们敬礼 传承主持 敬礼 辽民和善 敬礼 杀家正空上司 敬礼 十六世大宝法王 卡玛宝贵 敬礼 图登大吉上司 我们敬礼 我们敬礼 坛成三宝 敬礼 今天同修的本尊 莲华同志 师母 丹真家座 图登实地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堂主 及各位同门 网络上的同门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拍拨 BBQ 赤尔 莲博 里尔 鱿 宝贵 静 知 pour 知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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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愚 亚 Lun Sang 雅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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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ng Bang Wa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 那 開始前 先 先 先 步 中国国业帐 2019年12月举办的寻找兔保署 邀请好友加入会员竞赛活动 以2020年7月8号截止 冠金得主是印尼齐伯里区的达西蒙讲师 据说是印尼慈藏同修会 全体团队的合作 他们成功地邀请了139位的好友 加入剥业帐的会员 击败了所有的单打独斗的个人赢得这项奖项 印尼慈藏同修会将赢得师尊2018年8月创作 心灵的语言 真激化一副 这是增活剥业帐 制作团队的一个宣布 另外我想告诉大家 那就是这个2020年是大动乱的一年 那这个瘟疫 这个果然就是出现新冠病毒的影响 现在西雅图雷藏寺跟彩虹雷藏寺 那么在这一年的师尊的这个瘟疫 另外呢 今年的法会 到底要怎么办 今年秋季法会吧 是不是 秋季法会怎么办 都还没有一个答案出来 那么在世界各地的同盟 都在问这个问题 有人呢 想来西雅图雷藏寺 也想到彩虹山庄 那要怎么办呢 现在我跟大家讲 目前西雅图雷藏寺跟彩虹雷藏寺的状况 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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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人过来了 要先查清楚 要先查清楚 西雅图雷藏寺的餐馆 有没有开放 彩虹雷藏寺 彩虹雷藏寺的餐馆 有没有开放 基雅图雷藏寺 除了常住以外 西雅图雷藏寺的餐馆 是没有开放的 跟彩虹雷藏寺的餐馆 一样是没有开放 一样是没有开放的 你到了西雅图 也没有人给你接鸡 也没有给你送鸡 什么鸡都没有 你到了 就算你人到了西雅图雷藏寺的围墙 告诉您 你也不能进来 到了彩虹雷藏寺的铁门外 你也没有办法进来 就算你踏进一步 马上就有光头告诉您 不准进到西雅图雷藏寺的围墙内 跟彩虹山庄的铁门内 你好好去住在你的 定下的餐馆 没有钱 我们也不管 吃的自己负责 旅馆会自己负责 来往的车自己负责 还要叫你乖乖的自我隔离 十四天 也就是说 你就算人来到西雅图 你也要乖乖的在你的饭店 住满十四天 自己雇自己的三餐 自己付自己的飞机票的礼会 跟你的住宿负 跟你的住宿费 什么费你都要付 十四天以后 让你进来也没有饭吃 就算让你进来十四天隔离 让你进来也没有饭吃 因为疫情关系 大家都怕死 你来自何方 没有人知道 你有没有感染 没有人知道 这个也是很严格的规定 这就是西雅图雷藏寺 跟彩虹雷藏寺 目前对同门的最好的招待 我们现在已经跟你讲了 我们的招待就是这样子 各管各的 不管你是政府的高官 或者是大商人 或者是犯夫走足 不管是男女老少 你们不怕死的 就来吧 各位观众 联神法王卢盛宴 每周六在西雅图雷藏寺 带领同修并讲解道果 星期天在彩虹雷藏寺 主持护魔法会 旌旗法会的主尊友 南无地藏王菩萨 南无耀师佛 南无似必观音 南无勾才天女 欢迎您传真报名 以及收看网络直播 详情请电 先讲一个笑话吧 儿子问母亲 什么是弱不进轰 妈妈回答 就是身材很瘦 进不起轰吹 就是弱不进轰 讲得很对 这个儿子听完以后就讲 妈妈妈我知道了 所以妈妈你就是树大招呼 这个有人很瘦 有人很胖 有人不胖不瘦 这个本人就是世界上所有的现象 事实上由这个我们就可以证明 每一个人的想法都不同 没有一个人想法一样的 也没有一个人提心 跟他的相貌 有一件事情我觉得非常奇怪 我们每一个人的脸孔 有一对耳朵 两个眉毛 一对眼睛 一个鼻子 两个鼻孔 一个嘴 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的 但是呢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才指多少东西啊 一个嘴 一个鼻子 一个耳朵 一个眼睛 一个眉毛 只是这五样东西集合起来 既然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可见要把每一个人的思想能够一致的话 实在是非常的困难 这是我自己本身的一个感觉 同样的 同样的五官啊 都是五官 每一个人都是五官 为什么它会不一样 同样一个脑袋 为什么每个人想法都不同 然后你们自己好好去想一想 现在讲这个 你问我答 你问我答 你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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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如何面对 还如何面对 和这些阻碍跟考验呢 他就讲说 他越精进 就有越多的阻碍跟考验出现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蓮花云庭 师尊每天精进在修行 也每天精进在写作 也每天精进在画画 一天一幅画 一天一篇文章 一天 现在是天天晚上 超度所有冠状病毒 死亡的所有的人 天天晚上做 我很精进地每一天都 修法超度到两点 告诉你 我的障碍还是很多 我的障碍还是很多 在佛法里面 当然没有障碍 障碍就是顺境 顺境 有障碍就是逆境 就是逆境 但是呢 在最高的佛法里面 你领悟了最高 你领悟到最高点 没有什么叫做顺 也没有什么叫做不顺 也没有什么叫做障碍 障碍 障碍是一种自然的现象 也是你自己的业力 所以我太轻碍了 我太轻碍了